喂上牛,发现这头牛刚才还吃草了,一会儿趴那里了,应该是快要生产了。 昨天晚上下了小雨,现在还有点下雨,外面比较泥,这头牛还得赶紧打电话让人上来帮忙把它弄出去,要是生着圈里边待会儿都不好收拾。 这头牛生产太快了,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生产了,那儿卖肤,先把这个毒牛的身质弄赶,因为昨天下了小雨,气温比较低。 打过电话,这个帮手刚上来,这个牛就已经生产了,到底还是生到料圆里边了。 现在刚给这个牛添上这个青鲁草,还没有添掉呢,现在把这个生产的牛管理一下。 平时喂牛的时候,都是等这个牛吃的剩个草底子的时候,把这个青鲁草凉到上面。 但是今天因为管理这个牛,这个牛现在都吃的精光了,再把这个精鲁填上去。 这个毒牛拿吹风机给它吹干,等这个毒牛吃上来就没事了。 这头牛已经生产了第四胎了,在这里边算是老底的牛了。 这个毒牛身子一干,就可以站起来自己招奶吃了。 生产时间短的这个牛都比较硬实。 最近生产的这些牛都比较顺利,而且时间都比较短。 应该是和冬天那两个月放牧有一定关系,因为这个母牛适当的多运动,对这个生产是肯定有帮助的。 老式率养的牛,这个牛母牛生产难产的几率就比较大点。 好看